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盆菜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哦 那我们叫这么大的盆菜 先夹着 起庆的时候吃 庆祝一下 说实话 吃盆菜 真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盆菜的典故 盆菜的典故 我也知道 是不是也有一些故事 我就知道应该有多少故事 我听过一个就是 这个闻天祥当时逃难被冤冤追杀 既然还不到这个铃银羊 他的深圳也大 因为没有东西吃 冰就饿了 于是怎么办呢 当地的居民就知道它是中的 于是傾尽 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拿出来 但是它有很多士兵 没有那么多碗碟匙羹和筷子 所以随便找木盆 什么都放进去就算了 不过这么说 始终它是民天祥 于是比较好一点的虾 就放在上面 打一点的萝卜和猪皮 就墊底 我听的那个 就跟你说这个差不多了 差一点 其实就是说 宋帝饼被冤冰追捕 这个挺好 接着就去到香港的围村 即是錦田围村一带 那些村民就知道 皇帝光临 不如就将家里的很好吃的食物 就拿出来招呼皇帝 但是一样 因为不够碗块 于是就找了一个木盆 就将一些佳鱼 譬如虾和菇 都放在一起 就让他们吃 做一只虾虾笑给你吃 是不是差不多 我们两个故事 其实都我想 都不知道谁是真的 是 不过就是说到盆菜 我很喜欢吃的 但是我小时候想 那些好东西 有鲍鱼片 有虾 有花菇 有鸡 都放在上面 吃到底 当然是没有那么好味 不过其实不是 因为在下面 那些酱汁吸收了精华 因为譬如说 猪皮 萝卜 都很吸收那些汁料的味道 嗯 所以其实吃到尾 都可以的 都好吃的 这个也有很多材料 就是看来有虾 然后又有鲍鱼片 嗯 然后还有鸡 就是兰花 那下面还有猪肉 看不到那些 现在还没吃到 是 又免得了开 但是又有笋 又有刚才我所说的 包固 是猪皮 蘿蔔 但是你说刚才 全了开了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吃盆菜呢 之前很怕 跟其他人一起吃 就吃别人的口水味 所以现在呢 所以现在呢 现在是兴用工筷 所以在餐厅 所以在餐厅 所以在餐厅呢 就算吃盆菜都不用怕 而且最重要是滚 是的 我们也要点火 因为如果不够60度 很容易滋生细菌 嗯 Picky 你为什么在这里看什么呢 看你的Facebook 咦 我的照片 我发现了 我发挂看你的东西 我发现你去拿奖 哦 是的 加拿大大学同学会颁给我的 嗯 这个就是2011 杰出财俊奉 你们这么说我就很惨愧了 真的 不过跟我一起拿奖的那些 就是同学先进 就是当中有些 我想你也认得 我认得 这个呢 就是大家罗集团主席 陈雨光 是的 我看到他跟你一起拿奖 其实呢 我也很榮幸的 嗯 这个奖那么厉害 是加拿大同学会颁的 是不是 都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可能是表扬一下 一些加拿大的毕业生在香港 可能做过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 这样 我想我们很榮幸 因为参与 刚才你也说了 另外的得奖者就真的 相当之有份量 嗯 不过呢 我见到陈雨光 我就想起 现在呢 快餐店 未来可能会加价 唉 就是说到做快餐店 我告诉你 其实真的很难做 你想想一下 我们的港元是跟美元的 人民币不断升值 是的 食材的价格不断上涨 因为人民币越来越贵 嗯 还有呢 因为如果你要采购食材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要全球性采购 港元跟美元贬值 就什么都贵了 还有都没说完 还有呢 今年五月的时候 密实施最低工资的 一次过那些 就是无论是你做快餐店也好 一些连锁的一些经营的快餐店 甚至有酒楼 以至日本的面铺也好 全部工资都上涨了 所以其实都没什么符合的 早前他们想了很多计划 包括是一些 请多些兼职的员工 或是买口小的那些 然后呢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留意 那些快餐店的那些糖包 都真是轻飘飘 那些糖都少了 有 有 我想都是资产成本的好方法 其实都看到了 现在这么多方面 那些成本都增加 所以呢 大家乐大快活 他们公布的半年业绩 都一般 是的都一般 比如大家乐 跌了近一成五 然后大快活跌了一成八 更多 没错 我就记得了 就是陈玉光 他说呢 去年上半年看到呢 就是那个工资 租金 和食材那个价格升幅 人工呢 就是升一成五 接着呢 食材和租金都升了两成 所以说 未来都一定要去加价 抵抗成本上涨 最大的问题呢 就是见到他们 譬如说以同店销售为例 就以大家乐来说 在十月和十一月份 其实呢 这个同店销售的增长 已经得到低的单个位数字 还有最惨的就是 譬如说来吃东西的那些人客 那个整体的数量 那个客历就少了 因为以往来说 当他们要加价的时候 那就是说 他们那个 就是买的 就是说这些 无论是快餐 焗猪夹饭也好 也好 因为加了价 那整体的仍然一定是上升的 但是现在呢 就是说价是加了 但是客是少了 不过我这样想 面对着租金 人工和食物价格的升幅 那他们应运都有压力 那加价不要紧要 但是呢 如果他们要保住一份 可不可以回到内地呢 因为有人这样说 内地有十三亿的人口 一人给你一元 你也有十三亿赚 这不是那么简单 哪有那么容易做 是 人人给你一元就是 不是人人都给你一元 而且始终在内地 如果你说做这些食事 好像以大家乐和大法活为 是 大家乐在内地 也有意粉的一些快餐店 也有它品牌的快餐店 那样 但是呢 开店的速度始终都慢一点 而且呢 其实说到租金成本上 在内地 一样都是影响到成本的 嗯 不过呢 现在来香港 除了食物的价格会上升 就是我们的食物方面会上升之外 现在连电费都会加价 这个就影响深远 所以刚才我在问你 是否在说特首对于两电加价的言论 是 我们吃盆菜就不用用电的 是 不用吃盆菜 不过呢 说到民生所需 电就没得少 因为呢 必须要用的 那说到呢 今次就是两电的加价 就是中电和电能实业 坦白说 尤其是中电的加幅 它是9.2% 电能实业 都6.3% 真的都相当之惊人 因为都很接近利润管制业之下 它们可以容许加价的9.99%上限 其实呢 那个利润管制协议 就在08年的10月 和09年的时候 就定立的 那个协议就是十年的 它的原因就是 就是给两家电力公司 有个固定资产的投资 而那个利润就是定在固定资产投资的 平均正值的9.99% 但是那时候已经有人提到 如果它每一年再去建立一些 新的固定资产 那么那个电费就会有加无减 的而且确 其实现在看回两家电力公司 是09年的时候减过 之后也是没有减过电费 不过又这么说 当然加电费 我觉得真的加得太厉害了 不过只是说到这个燃煤 即是动力煤 和这个天然气 其实它的成本上涨了 三成和两成 就是说 对于它们这些燃料的成本 是不断地上涨 中电其实都累积了 在帐上有个5亿的亏损 就是因为这些燃料的成本 不过这么说 未来大势所趋 就一定是要增加多些 再生能源 譬如说 这些燃气都不算的 反而可能去到风力发电 这一类 始终投资都需要有钱 不过有些人就说 可能中电 因为True Energy 就是它的投资 在澳洲方面通过了新能源法 正是这件事 已经是导致它有一个庞大的税行 而导致到有个亏损 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拉上补下 那些事 不过现在也有个消息 就说 因为他们预测 未来的营运开支 会去到11.6 虽然两家电力公司 都没有正面回应 到底是不是 只是说 他们因为燃料价格上升 他们的成本很高 不过 未来我看加电费都会实行 加加加的 不过看看会否有讨价还价如理 不过师姐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 其实讲到电费 向来都是港灯比中电来说是贵的 现在加完价 假如真的要加这幅度 每道电能实业的港灯 都会成为1.311 而中电只是1.028元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是问我 知不知为什么港灯比中电 没错 我如果就这样估 港灯就是供电 给香港岛的居民和港岛 没错 如果是的话 是否因为他们的供应户少些 又或者是否他们的商业客多些 师姐多聪明 因为说到商业客 其实用量 七成的商业客 当中用量很多 都是1700度电以下的小型商户 用电就不多 而且始终客户很局限性 还有电能实业的港灯 就是通过海底电纜 去供应到香港岛 所以其实在电网的维修成本 各样都会比较高 所以向来 香港岛的交易电货是贵一点的 如果是这样 我们未来会面对食物价格的上升 即是说食物又贵了 接着电货又贵了 那怎么办 唯有做多些外快 做多些工作 做多些工作 还有投资较劳一点 才行 如果投资较劳一点 那中电又买不买得过呢 因为现在这样看 因为它盘数虽然说是未来的 营运成本上升 但它都会加电费的 那倒是 不过它就受到澳洲 这个True Energy方面的影响 如果两者有选 我喜欢港灯多些 港灯原因 就是基于它们在英国的电网 就是长做长有 不过我们的投资仓 暂时都不需要买这两只股份 是啊 不过如果加电费加得多的朋友 就是想对冲一下 那这两只电力股都能想过 都可以想一下 不过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快点吃了这个盆菜 我想这个这么大的盆菜 可以够我们吃两天 而且是不受加电费影响的 因为是这样点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